四海为家,哪里才是家 生根发芽,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我是贝贝,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我是小夕 来自蒙特利尔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三八妇女节了嘛 我们的小播客也不能免俗 跟大家也聊一聊 和妇女节相关的一些主题 今天三八妇女节 你有收到礼物吗?花吗? 还是什么东西吗?感受 我现在在这里生活了之后 我发现加拿大的这个过 国际妇女节的这个氛围没有那么浓 包括在商家呀 然后也没有做什么促销活动啊 我看最多也是一些什么 非盈利组织啊,女性组织 加拿大总理他会发表一下讲话嘛 我就想起在国内的时候 国内那会儿你好像 被那个热闹的氛围就推着往前走 你不买花,你就对不起女性 对我来说我那会儿 是完全没有思考说妇女节是 背后是什么意义,有什么历史 就觉得这个节日很好 可以休息或者放假 或者是单位可以发点东西 借机让老公给你买点东西 现在在这边呢 我看媒体上更多的宣传的就是 妇女节对于女性的一个 真正的意义是在哪里 我这个看到比较多 然后这两三年吧 我觉得在国内的媒体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信息减防 包括我的这个公众号啊 然后我的微信 我觉得大家开始慢慢的多起来 在反思说这个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过这个妇女节 然后我们应不应该称她是女神节 我们是不是这个节日 被消费主义的这种思潮给挟持了 我感觉这边的商家 可能也没有像中国的商家 那么的所谓加引号的一个精明了 不会说搞特别多的活动 但是今年的妇女节还挺特别的 因为我女儿从学校带回来一朵花给我 我是感觉就像你说的 很多的非盈利组织 包括我们这些出内容的机构 以及我们脱口秀俱乐部 马上要弄的一期是这个女性主题 就是大家都在想 我们怎么去宣传这种文化现象 让更多的人知道 包括老师可能在学校天天也想 哇塞 马上要备课了 让孩子们学点什么好呢 尊敬妈妈 给妈妈带一束花 这个主题不错 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就小孩从小就知道说 这个节日有一个仪式感 然后有一个专门给女性的一个节日 让他们说说这种熏陶 我觉得还是都挺正面的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事 就是其实今年整个妇女节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是突然有一条热搜出来了 就是应该是当时是 那个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海霞吧 就采访他 他就证明了一下 他说我们就是应该叫妇女节 不是什么女神节 也不是女生节 因为其实你想 如果把这个东西过度的夸大 夸大到不切实际 我感觉就是属于 行让你在这一天当个女神 那平时你就该当牛座吗 还是当牛座吗 就是大家认为这个 妇女有一个不太好的意义吧 总觉得好像妇女就是那种 不修边幅 拉里拉他的那种样子 不太能接受这个名词 这次我在写我的 那个脱口秀稿子的时候 我就写了 我说就是一妇女 没有什么特别的 妇女就是代表我的性别 我是一个法律上的女性 所以说现在就是 有一个好奇的事情 包括在我们脱口 就俱乐部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之前总说 可能妇女相对是比较弱势的一方 然后现在我们慢慢在崛起 我们要为自己发声 要多去表达自己的状态 这样子 但是这一段时间过去后 我就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这些男人们都去哪了 为人还在man 现在包括在我们俱乐部里面 也是压倒性的 就是女生要多于男生 所以说我相信 我已经努力的 再去突破我的圈层 我觉得现在的女性们 也在非常有意识的 去崛起 去发表观点 但是男性们 没有相应的声音和思考出来 在加拿大之后发现 加拿大每天的国际妇女节 她们都是有相应的主题的 像今年她的主题就是 每个女性都比较多于女性 每一个女性 不管她是什么年龄的 或者是什么行业的 每个人她都在加拿大的经济 政治包括像外交这些领域 都是有她们的位置的 这是苦斗她对今年 妇女节的志词里面提到的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也觉得加拿大特别前沿的 一个地方就是 她强调了说 Transe women are women 很多人有争议嘛 就是说这个变性以后的 这个女性 她到底算不算女性 现在就不止说 要强调变性的女性了 加拿大这一阵眼上 先进的有一点 过于的政治作秀了 其实前一段时间 我拿到一张 孩子学校发的表 好像是就是咨询孩子的 心理状态一个东西 首先就说你的孩子 出生时候的性别是什么 然后只有男和女 然后你的孩子 自己认为自己的性别是什么 有一串 我当时心想有点过了吧 这个东西 大家心里就是尊重 知道就好 但是你过于的去引导和教育 就很难保证 这小孩子会不会为了 这个东西觉得新鲜和有趣 去跟风 当时其实我的心里 是有一丝担忧的 包括当这个世界上 有任何的东西 现在你有没有发现 那些大公司发邮件的时候 比如说我叫张三 我是一个he 然后会画一个slash 就是一个斜杠 然后是一个him 就是我是一个生理男性 然后我希望你们 也按一个男性来 就是认为我 就是he slash him 如果我是一个he slash her 就是说我是一个男性 但是我希望你们 以一个女性来看待我 就是每一些地方的分寸 有标的太清晰 太明细 就会让人觉得 what's going on here 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子 这么细 包括之前 在前一期里面 我有举那个例子 就说加拿大有政治 正确到什么地步 他以前的国歌里面 有说 好像是说 上帝指引着他的子孙们 往前走 怎么怎么样 God guide his sons 就是sons 在英语里面 是儿子的意思嘛 然后后来大家都说 不行 凭什么指引儿子 那难道就不指引女儿吗 然后就把那个sons 改成了all of us 我有点怕 怕有点太过了 这个我想发表一下 不同的看法 我的想法 其实是跟你相反的 我觉得它并不过分 我非常理解 你的那个想法 就是说 有时候会不会觉得 他做的这些事情 会不会误导我们的小孩 因为他们是没有判断力的 我后面又往后想 如果我是内少数 我希望他们为我做什么 对我来说 他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比如说你这个国歌的事情 以前因为这个 父权的这个影响 他们的确是用了sons 但是现在我们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要把女性男性 都包括进去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改它呢 如果有条件去改的话 为什么不去改 这样改了之后 把男女都包含进来了 那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然后包括你前面说的 这个性别 就是当你在这些表格里面 如果不出现这些 OK你心里说尊重LGDP 心里说承认他们 但你这些形式上 没有表现出来 你怎么去尊重它 你少数人的权益 怎么去保证 不是我心里想到就可以 而是在形式上 需要表现出来的 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也许在这个整个世界上 有49.5%的男性 49.5%的女性 和1%的LGBTQ 现在这49.5%的人的利益 还有很多得不到保障 然后这1%的人天天闹 然后就说 得把这1%的人 得哄得特别好 比如说 我如果是一个LGBT 然后当我发现 我填表格的时候 我发现没有我的选项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要单独去申请吗 不是的 我不应该单独去申请 我是在我选的时候 我就应该有我的这个选项 就算我是那个1% 你想一下 如果你就是那个1% 你会怎么想 这里就涉及到 其实你是一个弱势群体 你是一个少数群体的问题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因为少数群体 只占了1% 那么我们是不是 不要花这个努力 直接把他们 从我们这个群体里面 kick out 我们就不用花这么多努力 不用花这么多的精力 去做这些表格 去做这些改变 如果我就是那个残疾人 我们可能世界上残疾人 假设我们几千万人 可能就几万人是残疾人 就那么几万人 我们有必要做残疾车道吗 有必要在每个公共场合 做和视残疾人 去用的那些公共设备吗 我们要用那些人的钱 去帮助这些残疾人 可能这些残疾人 他连劳动能力都没有 我们有必要为他们 付出这些东西吗 我生来是残疾的 但我也是一个人 加拿大其实现在的变化 是很符合你的这个 对于未来的这个蓝图的 只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哎呀 都是纳税人的钱 就说这一次 咱们这个做这个 三八妇女节这一期专题 就是不可避免的 又会落到什么女权啊 女性主义这样的话题上面 其实当我看了这个 加拿大女性发展的 你给我的这个 这个书籍的这个guidline之后呢 我发现其实 有一个误解 也不能叫误解 就是说 我们其实所追求的女权 是人权下面的 一个部分 这个你同意的 对吧 就是说其实我们 也并不是说女性主义 就一定要说女性要 什么把男性压在脚下 然后要有像男性地位一样 对待女性这样子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只要求一个平等的 一个权利就行 这个特别有意思 就让我想到了 我刚来加拿大时候的故事 我2009年的时候来温哥华 那个时候呢 上了一个 当时那个里面的老师 就问了一句话 他说 当提到加拿大 你能想到什么 就我问你 假如说你从来没有来过加拿大 你是一个中国人 可能你去什么新马太啊 什么欧洲什么都旅游过 但是现在就问你说 你觉得一个加拿大人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之前我还没来的时候 加拿大给我的应该就是 一个很温和 很宽容的一个地方 对 温和宽容 其实你看所有的标签 都非常的soft 就是说 加拿大这个国家 其实在历史 在整个世界上 它的存在感是很弱的 其实我们看那个书 就是说 当时加拿大是怎么形成的 也都是英国法国一帮 当时在那混不下去的人 来这边混 可能加拿大比美国还好一点 美国那会五月花号 都是穷人过来 加拿大这边多少还有点落魄的贵族 但是终归都是 不像那些老贵族们那么有钱 所以你看 整个加拿大的女性 号称是1910年开始有选举权 但是整个说是女性 有选举权 也已经是1960年的事了 其实你看也已经是蛮近代的事 1949年中国都成立了 但是我感觉加拿大这个国家特别有意思 就是它 我可以把它比作为它这个立国的过程 也像我们自媒体博主给自己找定位的一个过程 就说你看 我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感这么弱 我应该找一些什么标签 让别人能迅速的记住我呢 好 然后正好现在也是整个世界 就是推翻殖民地 然后民主化的这个潮流 就说我正好借机把这一些旧的东西全都抛掉 咱们顺势走上这个民主开放的这个道路 我就把这个东西作为我的标签 就说我加拿大 只好我是一个特别开明的国家 我以前那旧的什么东西都是我过去的东西不要了 然后呢 我那个老师跟我说的 立了三个标签给加拿大 你看你get不get它 第一个是冰球 就说其实本来加拿大人爱打冰球 就是冷的地方的人都爱打冰球 这没什么 但是为什么就成了加拿大人的标签了 其实这是有一定的国家性的层面在这儿 就是支持了很多的冰球队 然后把这个啤酒的印象和这个冰球连在一块 说什么冬天里在家里喝着 Moulson啤酒 看冰球是很加拿大的一个行为 好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你应该认可的对吧 因为现在一提起冰球是一个national sport 第二个呢 就是大马 就是这种轻毒品的合法化 这个也要作为说我们加拿大特别自由开阔 就是吸大马是合法的 而且你看最近这些年一直是在这么弄的 包括已经开了街角便利店一样的大马店什么东西 第三个就是同性链合法化 同性链合法化整个全世界 是2001年荷兰第一个提出来的 然后现在全世界也就在二三十个地区搞这个 但是加拿大在2005年全世界第四个 同性链合法化 就是它有一个政治诉求 就像我跟你说的一个自媒体力标签的一样 就是我要把这个合法化 为什么非要提到这个同性链 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今天 时至今日你讨论男女 其实你已经远远的落后了 你可以去看看在Facebook上 有多少个定义的性别 是不是 如果你 所以我就说 其实加拿大这个国家 它是很有sense的 05年的时候就定了说同性链可以合法化 包括就是你不用结婚 只要是同居够一定时间 它这个同居的人 common law 英语叫common law 法语叫conjour 它也是受法律的合法保护的 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泛泛的来论男女的话 你觉不觉得 其实它这是在非常大的程度上 尊重了女性的权利 尊重了男性权利 尊重了你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你刚才提到那个点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男女平等 其实是已经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概念了 没错 加拿大这边 我当时看加拿大这些人权发展的这个过程 产生了一个 以前我没有产生过的一个想法 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发展好前沿 非常的先锋 就是当我还停留在考虑说 男跟女的平等的时候 它已经扩展到transgender这个领域 十几个性别 对 然后你刚才提到说 我们在讲男女平等 实际上最终的落脚点是人权 就是对人的平等 这个人包括谁 包括男人 女人 包括同性恋 包括你说的十几种不同的性倾向 就是简单来说就LGBTQ嘛 现在最主流的这些叫法 对 这是我觉得它是做的特别前沿 当时我不是说看到他们对加拿大的概括 就是说它是全球最尊重女性的国家之一嘛 但是我想再加一个 其实它是到目前为止 对性别倾向的发展 也是最前沿的国家之一 然后这个尊重不只是女性 它其实把LGBT这些少数群体 全部包括进来了 然后也是echo了我们前一期聊到的 那个上演钱赫子他所说的 其实他说女性主义 就对女性的尊重 其实是扩延到 是对弱势群体的尊重 LGBT这些人在我们现在主流社会中 就是这些弱势群体 其实 就说其实也许有一些朋友 会很羡慕加拿大这种情况 我倒是觉得 其实也完全没有必要羡慕 加拿大其实它作为一个 不是很久 不是很老 然后历史也不是很丰厚的国家 其实它就有一个 这个所谓叫轻变的国家的 一个红利 它可以很轻松的 相对比较轻松的吧 推出一个比较新 比较前沿的一个政策 而不会说在整个社会 引起一个人养麻烦 而还会成为自己一个 比较有优势的标签 我认为这是 加拿大这个国家的特性 所决定的 而不是说很轻松的 就能复制到其他的国家去 然后我觉得它从 你刚才说到1960年 其实全体的女性 才拥有了这个选举权 到现在发展到70年的时间 到现在能够成为说 全球最尊重女性的这个国家 我觉得它发展 真的是非常快的 我哈 这完全是我自己的观点 因为确实我没有去 做文献上的深入的去探讨 就是我觉得 当这个世界要开放的时候 然后整个这个加拿大 这个国家 它其实在找自己的定位 就是在讲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这个国家 与这个世界 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且它很快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必须要吸纳移民 如果我不吸纳移民的话 我这个国家的人口 就是会越来越少 我一定会国将不国 那么我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去吸引别人来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 几大宗教 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 我如果想吸引 那个地方的人才来 那我就必须得是 兼容并报的 我就必须得符合 而且那个时候你也知道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很多的殖民地 都摆脱了之前那些 宗主国家的控制 印度 巴基斯坦 什么独立 澳大利亚 所有的这些国家都在独立 这个民主和自由 是一个思潮 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思潮 就在那个时候 你如果还逆着走 那你就是必死无疑 所以你想 它一个小船 你也逆不过那些大的波浪 那你就只能是顺着这个波浪去走 然后它也想 对我未来的移民 什么还是有利的 所以说我必须得这么做 如果我一个移民国家 我还歧视说 你来的人 你这个带头巾的不行 你那个是什么 捆死文化底下的不行 那你还吸纳什么 是不可能的 它做出了一个 对它最有利的决定 没错没错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 欢迎给我们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